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在台北股市 現在面對到外界很多包含的 疫情干擾跟通膨的干擾之下 我們的護國神山群跳出來 就讓股民們非常的安心 為什麼講在全球的外災狀況 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呢 就是因為通膨的問題 現在這個通膨 似乎比病毒還要可怕 連鮑爾都覺得 我解決通膨問題比較重要 我真的不把病毒當一回事了 他說這個 可能不會對這個縮點購債規模 會有任何的改變 讓昨天的美國股市是有稍微 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呢 美股的狀況 我們怎麼樣來看 昨天四大指數都是下跌 主要就是因為恐慌指數 又往上的狂飆 那老蕭老師每天都把我們追蹤 恐慌指數對全球股市的連動表現 等一下請教老蕭老師的最新看法 只是護國神山群今天是 扮演我們稱盤的角色 包含了聯發科 蔡明介董事長 棒話他講 聯發科的技術絕對領先 低功耗技術領先未來的對手 十年內都看不到我們聯發科的車尾燈 另外聯電部分昨天才講 老師你說觀察聯電要看ADR 我就打開APP一看 聯電ADR昨天真的很強 完全的穩在平盤之上 那聯電當然就沒有不長的道理了 尤其是格羅芳德 在重新掛牌之後股價急噴 聯電的獲利比他更好 沒有道理 不跟上 那我想先問一下老蕭老師 我們先從整個大盤來關注的話 恐慌指數昨天又飆了 可是台北股市連續兩天的反攻 是不是真的不用太過的擔心呢 整體上我們回到剛剛那個主畫面 也許我們在看大家一閃而過 就是說但是你回顧 從昨天下午一路到今天開盤前 整體上全球股市的跌幅真的很重 那關鍵在於我的看法就是在於 必須先把領先指標抓出來 不管你是在看國際股市或台股 您個人的一些標的 所以先看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假如是正向了 那你大概就安心了 再來看完領先指標之後 要去看籌碼的集中度 那掌握這兩個狀況 整體上我們回顧 今年第三季到目前為止 行情的波動是一直會持續的 所以掌握這兩個標準 所以我們先看第一個全球最主要 其實只是看一個商品 那這個商品它會告訴你 全球股市包括台股未來是漲是跌 我舉例 你就靜靜的去算 比方說我們光是看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從11月26看到現在為止 最主要它有沒有放量 有 26號之前有沒有交易量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量 但是26號爆量了 它在告訴你 我準備有非常大的波動 它已經告訴你要波動了 那你就把它的成本價格算出來 我們講過最簡易的方式就是把 當這個交易量放大的時候 你去看它的價格從哪裡 最低到最高哪裡 你是不是抓出市場的平均價 那我跟你打個包票一定是25 所以也就是說 你根本不用去在意會漲會跌 它只要在25以上 猜都不用猜 就是三個字叫繼續跌 肯定跌 會大跌 相對的 如果在25以下 它就告訴你 我台北股市今天會非常的亮眼 那不但是亮眼 它跌到跌破24 對 就在剛剛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不但是破25 還跌破24 這是為什麼你看到台北股市今天走 是這麼樣的一個強悍 好 看完整個格局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 那如果台股今天會正向 不管針對未來或者是標的 我該怎麼做觀察 好 回過頭來 我們很快速做個理想 這張圖是過去的範本 所以我們就不再填了 第一個 台股的大多頭擋在17074 主要的反壓絕對是17695 關鍵點 強弱關鍵在385 今天硬是都在385之上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框間裡面 對 那整體上我們很快再對比 以今天為例 你可以做到幾乎百分之百的一個精準 你說怎麼做得到 會啊 早上是不是開低盤 開低盤早上9點06分 我們講過喔 開盤量不看 開盤後 你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 看到大概到9點10分 你幾乎已經篤定台北股市 今天要漲要跌了 或怎麼看呢 交易量在遞減過程裡面 你等第一根爆出來的 落在9點06分 9點06的價格叫17408 各位請看喔 開低 是不是往上這裡爆量 對 爆量了17408 對 是不是往上漲 這裡打下來在這裡 它一定是408 沒有下 肯定是408 對 猜都不用猜 對 這個回測一定是測 它不會來測385 它一定測408 如果測385那就再見了 今天就看都不用看了 對 測408 就代表今天就是一個強勁的一個單邊走向 好 這個老蕭老師呢 已經針對大盤最近的表現給大家一個方向 恐慌指數跌破了25之後呢 又跌破了24也 難怪台北股是今天會有這麼強的反攻力道 補充一下喔 比方說 台股要繼續漲 那個恐慌指數要壓到22以下 22以下 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破22 就是行情會進入一個整理結構 好 雖然行情進入整理結構 可是有一些個股似乎已經呢 在整理結構當中呢 非常強勢的表態 昨天講到 台股當中的領先指標 全球股市領先指標 要看的是恐慌指數嗎 那台股的領先指標呢 老蕭老師認為是聯電 整個晶圓代工族群 肯定是台股最主要的一個火車頭 在火車頭裡面呢 為什麼是聯電 因為第一個 它已經率先展現 它已經在告訴你 我比別人來個強 舉例喔 我們就不看外資的報告 在之前做過說明 我們單純把真實已發生的 我的看法就在於 當我們做任何的預測分析 難免會有偏頗 當你有偏頗 那有可能就失之千里 所以我們的看法 你就直接把真實的框架抓出來 猜都不要猜 聯電會漲 那你就做買進 聯電會跌 那就趕快做call 或者是做賣出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 我們來看喔 最關鍵點發生在11月24號 記住喔 我們在講量價的同時 你要追求精準 那在精準的過程 你們不看開收盤 不管是台北股市 甚至於國際商品都一樣 第一個你要剔除開收盤 剔除開收盤之後 你去看這一段 過去這五個交易日 最大交易量發生在 11月24號紐約時間的10點30分 對 它爆出這麼大一根 這一根的位置在11塊3毛2 聯電的ADR的報價 它告訴你 這個點要守住 我聯電才會漲 我沒有守住 我聯電不會漲 聯電不會漲 你也不用急著買 但是一旦它站回來了 那你針對台股的聯電 你就應該要正向了 所以標準 你應該在上個禮拜五 最晚在禮拜一 你要開始去進場聯電 所以我們來看 那股價特別是在昨天 國際股市暴跌的過程裡面 它持續是上揚的 所以你猜都不用猜 你也知道今天肯定 最佳救援投手 一定是2303的聯電 回過頭來看完領先指標 我們就來看聯電 它整個集結狀況 如果我們單純看它的獲利能力 其實台股絕大部分 70%的標的 今年的獲利能力 都是創歷史新高的 所以我們來看 以聯電為例 10月 單月 那是創歷史新高 那累計1到10月也是創 過去以來的歷史新高 就是說它的獲利能力沒有問題 那市場這裡傳出 聯電接下來這個 所謂的長月的部分 要調漲8到12個百分點 其實那個不重要 我的看法 那個真的不重要 我們要面對40 對 這個就叫40 為什麼 因為總價 單品本身這個價格 就叫領先指標 價格它會領先消息面 率先上漲下跌 好 所以我們去統計 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 聯電的主要集結 是不是落在這個區間 大概64塊之下 所以它其實在告訴你 它準備形成總噴出 一般來講一檔個股 一旦形成總噴出 總噴出 對 總噴出的框架就在於 它的整個型態 這一大堆的人 通通是賺錢的 就是說絕大部分 任何人只要進場聯電的 都是贏的 賣出都賣錯的 好 所以我們講過 台灣話說 市貨我大便 你要跟著對的人 如果買的人是對的 那你就跟著正向 如果賣的人是對的 你要跟著賣方 好 他告訴你 買方是贏的 所以我形成總噴出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看法呢 渴望有非常多方 表態的力道持續 那老師老師 因為聯電昨天這個 向上的跳空缺口 今天是連碰都沒有碰 所以它短線的防守 就是看這個缺口嗎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呢 可以 你要抓更精準 那比較簡易 你把今天這一根紅K棒 好 你要任何一檔股票 你要抓很精準 最簡易的 你把今天以前的事 統統把它給忘了 你統統不要管它 你就要看今天一天 你把當天的最高點 跟當天的最低點抓出來 劃出一段中間線 對 縱使你明天回檔 它縱使你只要能夠 鎖住這個中間值 它就繼續是往上來 好 聯電表態了 其實昨天世界先進 在尾牌的時候 也是有演出的 那既然聯電 都已經供上去了 其實今天台積電也是不錯 站穩的600塊錢 世界有沒有辦法 對 有道理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請看 這個畫面上 你所看到的是世界的 一個日K線圖 右手邊是它整個型態 成本的一個集結 好 我們簡單很快速瀏覽 10月單月營收是歷史第三高 統計1到10月份 是創歷史新高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大家一定一般 一般的投資人 你在看個股用K線看 你一定會看 往前看前波的一個高點 對不對 其實這個高點 只是心理上的意義而已 它沒有實質上的支撐跟壓力 就是說你把它對出來 這邊根本沒有交易量 對 沒有什麼 所以你說它會不會過高 這根本就不重要 關鍵在於這是個大集結 也就是說以5347的世界先進為例 第一個 目前的框架落在140到159 一旦它站上159 那這個177根本就不用理會它了 它已經告訴你 我會形成跟聯電一樣 同樣的總分數形態 萬一它站不上159 那你也要稍微等 它會進入140到159 這個區間 對 這個區間 好 剛剛是講到領先指標 就很多水手們關心的是馬仕基 所以我看馬仕基的股價表現 最近以來都非常的強勢 那我們的航運股在等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兩者走勢 是一模一樣的 也許我們會比較 這樣看似很像 對 也許我們會很在乎 台北股市今天漲 你今天有沒有大漲對不對 其實你做個交叉比對 我來看一下 這是過去五個交易日 對 這是馬仕基的走勢 可是你要回顧 昨天的歐洲股市 也是狂跌 重挫 簡直跌到翻掉了 問題是人家馬仕基是持續上揚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航運股 航運股我們的看法 因為過去以來短線的買賣 太過於熱弱 所以它難免股價會上下 很短線的一個波動 我們做個總整理 你一看 從這一次85塊半往上漲 到目前來到124左右 它整個框架 它在這裡 是不是準備來挑戰 這一段 對 主要的反壓區 所以你在比對 跟馬仕基的走勢 其實兩者是雷同的 也就是說 只要馬仕基持續上揚 你不用擔心你的航運股 肯定就會非常亮眼 好 另外呢 老蕭老師呢 最近幾天都有跟大家追蹤 有關於這個CB轉換槍 站上之後呢 就有機會 向上擊噴的一些個股的表現 我們看一下3701的大重控 今天的股價衝上去之後打下來 就尾巴還是在拉上去 持續的創高 那老師大重控 你有告訴大家 就是看看就好嗎 對不對 不過這樣的一個操作的方法 似乎是在它上面 有很多的個股在複製當中 對 沒有錯 其實呢 你去觀察任何長期 從過往不見的是今年 你看歷史以來 只要有發可轉換公司債的 那你永遠要記住一件事 可轉債的轉換價的價格 都叫壓力 那這個壓力會很重很重很重 它沒有站上之前 你都不能過度樂觀 但是一旦站上去了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第一個 一般來講 我們講站上去 就代表轉強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往左邊看 那高點不在這邊嗎 1271 好 那你再把它對過來嘛 這裡根本就沒滿牙嘛 所以那個根本就不重要 好 關鍵在於 這個第一個站上轉換價 第二個站上 站上轉換價之後 因為這個大集結剛好在這裡 剛好在今天的中段 對 這個點只能用守住 那代表它這個走勢是持續的 好 勵志走勢是持續的 散熱族群呢 最近在牌面上面表現的 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板卡谷的漢遜 好 來 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這個其實真的滿強的 我們來看 它的轉換價落到137.8 今天沒有出現一個 大漲的一個框架結構 那昨天是一個殘紅座突破 好 各位你靜靜的看 它整個形態 它的形態是不是落在這裡 就這一塊 就剛剛好 整體上一般正常狀況 這個137.8往上 一直到174 這是很重 很重 重到簡直無法形容 簡直無法一間攤 挑起的一檔標的股 問題是它真的硬是上了 所以像這種我們的看法呢 除非它又掉落這個集結區之間 否則這也是非常飄漢的標的 哪一檔個股呢 是老蕭老師說呢 同學們最近可以用 比較多的眼光來觀察大家 這個就是有PCB 跟車用概念股的定義 但是呢 記住一定要過 一定要過轉換價 所以我們為什麼去挑一檔 沒有過的 我覺得是當做一個範本 就是說我們就一起來看 它到底接下來 會不會過這23.5 好 過了23.5 會不會出現所謂的飆漲走勢 所以接下來未來這幾天 我覺得也是一個 滿不錯的重點 好的 以上是老蕭老師說 今天針對這個我們 台股當中的晶圓二哥聯電 所做的觀察 以及好多的個股 站上CP價之後 甚至準備挑戰CP價格 後續大有可為的個股 所做的觀察及建議了 如果說您對操作 您手中的持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她加個LINE 辦得持股問題 跟她請教還要討論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